剛剛那個收房子講的話很好 他說這樣子累積資產靠的不是奇蹟 是要靠累積 不過要是你累積的資產一夕之間全都蒸發了 你會不會很崩潰呢 虛擬貨幣平台JPEX 上個月爆出了詐騙的風波 那在台灣呢 他們先是調高手續費 在這個月初在5號的時候 他們更進一步強制的 把用戶存在這個平台裡面的美金 通通換成他們自家的貨幣JPC 而且還凍結交易 想交易都不行 換句話說呢 用戶沒有辦法領回剩下的錢 你所有投進去的美金 恐怕都變成零了 恐怕變成廢紙了 那我們知道台灣人平常很喜歡罵政府 但這個時候呢 就希望政府出來幫忙了 但是金管會今天表示 JPEX並不是他們的業務 9月27的時候 我們大概 我這邊大概還有3000多的美金 到了今天為止 他把所有的美金都換成JPC 原本價值將近10萬台幣的美金 被虛擬貨幣平台JPEX 強制換成自家貨幣JPC 許先生氣炸了 因為資產一下大縮水 只剩2萬多塊台幣 而且想領還領不出來 這邊都提幣跟充值都已經按掉了 他沒辦法 用戶資產全被凍結 JPEX爆發詐騙風波 這一個月來持續引發爭議 台灣受害者指出 一開始平台調高手續費 降臨1000美金 得先付999美金手續費 之後再降到970 980 這個月5號 雖然調整到3塊美金 但賬戶同時也被凍結 這下用戶資產恐怕變成廢紙 裡面所有的資產都轉換成JPC 然後凍結 然後那些資產不停的下跌 那其實最終是1塊錢都領不出來 其實就覺得那個錢 已經是領不出來的了 因為他們 對 他們其實都已經 就是已經確定要跑路了 全部種種機箱都顯示 他們要走了 許先生雖然不奢望拿回錢 但已經準備提告 台灣JPEX相關人士 包括總代理Tony 曾經擔任代言人的陳琳酒 以及曾替JPEX號召的KOL 科幣拖詐欺 拿地方去監管會 我就問他說 欸 那個請問一下 就是你們有受到這個 就是通報 我把他說有 那我說那你們有什麼作為 他說我們只能轉給檢調 JPEX台灣受害者 出估至少千人 金額破億 實際數字多少 監管會卸責回憶 沒有掌握 只說收到的檢舉 直接轉給檢調 而在這段調查期間 不免讓人擔心 相關人等早就趁機離開台灣 今天新聞 劉佩婷 顧雅珍 吳婷珍採訪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